不少老司机口口相传的省油技巧 其实完全就是在瞎扯 要不就是靠经验主义拆来的 要不就是只说对了一半 不少人说早上或者晚上去加油比较好 中午气温高 热胀冷酥 你晚上不是凉快一点的吗 对不对 中午的话你膨胀一下 你加到的油就少了 这就是变相省油 理论上这说法真有道理的 汽油它真的就是会受热膨胀的 但实际上华盛顿大学有一篇资料 叫热膨胀 它给了个数据来看 汽油的体积膨胀系数 在20摄氏度的时候 只有0.00095每摄氏度 也就是说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 一升汽油的体积增加0.00095升 你假设昼夜温差10摄氏度 那一个60升的油箱装满油误差 也就是0.57升 那么假设家用车综合百公里油耗 是7升 这点油够开8公里 那是这样的 加油站的油它实际上不是存在加油机里面的 那这个北京交通大学找了篇论文 北京市油品蒸发损耗研究上面讲 这加油站内储存油品的这个储油罐 叫做卧室地下罐 那放在地下面的 它受的温差影响是很小的 就好比说地下的井水也是东南下凉的 是不是 夏天这个西瓜也是丢下面的 另起来好吃 温度很稳定的 一样一样的 那这主要就是因为土壤传递热量的功能是挺差的 地面上这热波是很难向下传递的 你比如说法国化学家拉瓦西 曾经在巴黎天文台的那个地窖里放过一支温度计 100多年过去了 这支温度计上的温度永远是11.7度 从来就没变过 所以说这个看上去就是有道理的 省油技巧真的没有意义 那也有朋友说了 你加油加半箱油 车子轻 那不就是能省油了 尤其是夏天你加了多 它油它会挥发掉的 你想想这个是纯会烧的这种汽油 我家里喝喝那个白酒它挥发起来都很厉害了 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的探讨上面有讲过的 宝马公司做了个研究的 汽车自身质量每减轻100公斤 每百公里油耗降低多少呢 0.3到0.8升 这汽油密度按照每升0.725公斤来算的话 60升的油箱你加满和加一半 重量相差21.75公斤 那拿刚才宝马的数据粗略过滤一下 那加一半也就比加满省了百公里 0.065到0.174升的这么个油耗 大概是几十毫升的这个样子 你算成白酒就那么一小口 够开个几百米 你想想你加半箱油 你是不是要比别人多去一次加油站 你这路上要不要费油 你这不是把车抬过去的吗 来继续 这汽油它会从油箱里面挥发掉 那其实也是经验主义 国家有标准的 汽车燃油箱及其安装的安全性能 要求和试验方法上规定 这车辆正常使用过程中 燃油不应从燃油箱盖溢出 也不应从压力自动补床装置溢出 也就是说油箱它是不能漏的 这个汽油就算是挥发出来 也是跑不出来的 这个蒸汽都被碳罐收集起来的 下次启动的时候 依然会送到发动机里面去的 它是不存在浪费的 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车子 叫不合格产品了 所以说加油加半箱 实际上也有点下车的味道了 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还有一些朋友说 都用定速巡航 你让这个车子就可以更省油 这个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 但有可能不算是完全对 商品与质量期刊上面 找到一篇论文分享给你 潜谈汽车省油驾驶与减排技术上面说 这定速巡航只有在平台的路面上 才能起到省油的作用 你这种陡峭的地形上面 这个方法不一定是最经济的做法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 虽然你开了定速巡航 这电脑根据这个道路阻力精准的控制 这个节气门的开度 但电脑没有预见性的 它又没有像眼睛一样看前面的 除了现在这些新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车子 它是没有办法预判 接下来要面对的那个路况的 那只有行驶阻力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那么人工操作是可以提前预见路况的 你平台的路上面油门大小怎么样的 油点起坡了油门大小怎么样的 要下去了怎么样 都是可以调的 甚至可以利用惯性来省油 你就好比玩游戏 你这个电脑AI再厉害也只能按照程序走 还是赢不了这种特别厉害的那些玩家的 那我这个说大概 你不能这么硬抬杠的 那你说阿尔法狗还能打鹦鹉围棋选手呢 是不是 那自动驾驶的那个车子 它还能看前方呢 我说大致上 那么所以说在定速巡航 它也不是任何时候能省油 那只是用起来的时候相对比较轻松 真的想要省油 有起伏的路段 还是自己来控制会比较好一点 再来一个 胎压高能省油 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骑的脚踏车 你要是没气了 骑起来就很累 对不对 你骑打到足点 骑起来不就轻松吗 那么轮胎不是一样的 轮胎的轻松不就体现在省油上面吗 瑞典查尔莫斯工学院 有个研究发现 在稳定状态下 轮胎受到的滚动阻力 基本和胎压的倒数 是呈线性相关的 别记 也就是说胎压越高 滚动阻力越小 就是跟省油的 但实际上 你这个胎压打得太足 它会导致轮胎过硬 你高速运行的时候 如果碰到路面上的这种 坑坑洼洼的这种东西 有可能这个轮胎它就弹起来 这抓地力就下降 甚至产生空转了 这就能量浪费了 你就好比是篮球 你骑打得太足的话 那个投篮命中率都会变低的 你稍微碰一下 蓝矿一块的比温一下 就弹出来了 是吧 那美国科技类杂志 《大众机械》做了个实验 它把一辆本田飞度的轮胎气 打到了3.18 土花叫3.1公斤 那从洛杉矶开到费城 时速尽量保持112公里 一升油可以跑17.94公里 然后放到了2.28开回来 一升油17.92公里 那你算上实验误差 那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办法实际上也是扯淡 没有必要为了省油 而刻意地提高胎压 那比较颠 轮胎还有空转的可能性 还影响驾驶安全了 按照这个车上规定的 那个胎压打就可以了 还有个流传很广的省油秘籍 叫做提招升荡 提招换荡 这就是说发动机转速越低 这个车子就越省油 听起来非常有道理 但总体来说呢 还是扯淡 那虽然发动机转速越低 机械摩擦造成的损失越小 这个奔气损失也越小 理论上真的是能省油 但也不是越低越好 那因为提前换荡 你导致了这个发动机转速过低 它复合过大 行车电脑反而是会给发动机加农朋友的 你就好像虽然保健品确实对身体是不错 但你把保健品当饭吃 就有点过分迷信的味道了 对不对 交通节能与环保期刊上面 有一篇论文分享给你 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 与汽车节能技术里面讲 这发动机负荷率在80%到90%的时候 油耗是最低的 低负荷和全负荷 油耗其实都是会增加的 所以提前换荡 也要看到底提前多久 1000转出头就换荡 是省不了油的 你正常换荡就可以了 你如果说踩的特别厉害 什么7200转以上 那有可能也是省不了油 这个大家都理解 那总的来讲 有不少所谓的省油小技巧 其实不太靠谱的 理论上真的能省 实际上也是能省 省不了多少的 何必呢 开起来轻松 别惦记它 多好 多和自己边上的人聊聊天 多想想过回去的地方要干嘛 更好了